屋子里下雪了 奇怪的碎屑随着熊孩子的蹦跳洒落了下来 母亲察觉出危险 立刻将孩子抱过来 接到报案后的古姐和老布赶到了现场 根据尸骨的特征 古姐认为这是一名中年男性的尸体 死亡原因是太阳血畜遭受的重伤 很快尸体被打包带回实验室 根据楼上这间房主的介绍得知 男人叫老马 48岁 是一位喜欢收集奇怪东西的家伙 目前没有工作 总是喜欢在屋子里搞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经常引起邻居们的投诉 结合以上的情况 小甜甜认为这个人有严重的恋物屁 甚至还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只会沉迷于自己的事情中不可自拔 从而放弃社交 放弃外出 进而演变成恐惧这类事情 来到案发现场后 小甜甜发现了一把类似凶器的长剑 但豪金表示 那一堆都是老马生前收集的 所以只能算是可能存在的凶器之一 但小甜甜不以为然 在他认为 这间屋子简直就是老马的档案室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肯定会找到一些重要的线索 果然 就如小甜甜所言 豪金真的在一堆破烂中发现了一堆文件 经过一番仔细研究后 豪金认为 这是莫公司的一笔出账记录 文件上还有老马的签名 由此看来 老马生前应该是一名 负责公司财务的工作人员 老布根据豪金的反馈 联系到了老马生前的领导 短发姐 短发姐表示 老马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会计 但他却不喜欢上班 一天到晚都在研究如何躺平 一年前 他终于向自己提出了辞职报告 任凭大家如何挽留 但老马丝毫不动心 仿佛在他眼中 躺平就是快乐的源泉 这就好像峡谷里的压索 淫不淫不重要 浪才是王道 老布则表示不同意这种想法 况且他压索战绩0-6 显然这个态度诚恳的女人 不像是杀害老马的凶手 难道说是老马拿刀给自己砍了 那也不对呀 因为自己砍的 和别人砍的伤口方向不一样啊 显然 纠结以上三个问题的人 还有正在研究尸体的骨解 那么他是不是以其他方式死亡的呢 想到这里 他捧起一块骨头 顿时找出了答案 因为这块骨头简直太轻了 如果一个人在经受了长期的饥饿状态下 就会导致骨头质量变轻的情况 再结合头部遭受的重伤 却不知名的痕迹 骨解断定 这个人的真正死因是饿死的 那么凶器跑去哪里了呢 虽然大家对老马收集的一堆破铜烂铁进行了化验 但上面均没有老马的血液DNA 也就是说 那堆破铜烂铁并不是杀害老马的凶器 就在这时 大家注意到那些分布在收集品上的电风扇 而其中一个上面并没有防护网 于是骨解堆积化验 并成功的在上面找到了老马的DNA 而现如今 只要找到杀害老马的凶手 案件便可真相大白 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要知道老马已经死亡了半年多的时间 而就在这半年里 他根本就没有见过任何客人 就在这时 仍然停留在案发现场的田津儿人组 注意到了一个书架 因为相比于其他收集品 这些书有些过于摆放整齐了 因此小田田认为 这个书架上一定保存着一些重要的东西 果然不出所料 小田田在这里找到了一些照片 而照片上的女人 正是老马的领导短发姐 老布将短发姐带回了警局 短发姐见事情败露 便承认了杀人的事实 原来 他原本就喜欢老马 可那个老马一直在躺平 半年前 他去找了老马 并寄希望于他能回心转意 但老马以一个耳光回应了短发姐 短发姐气不过推了他一下 便跑着离开了 可谁也没想到 老马这一下就撞上了电风扇 还一不小心撞到了那些收集品 最后还被那些收集品压在身下几天 导致饥饿致死 真可谓是事实无常 大肠包小肠 于是短发姐被逮捕归案 而老布和古姐也即将分手 各自离开研究所一段时间 古姐要去印度尼西亚做研究 而老布将要以尤其兵市馆长的身份 离开美国一年 就这样 两人在机场分道扬镳 踏上新的旅途 但离开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未来的他们 又将会带来怎样的新故事呢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血案